這個從走春的時候 不是講說有什麼生命啊 生命決定 對到今天現在最新的消息 是郭董的動態又出現了 老實講他不講他在美國 沒人知道了 因為你看他這個照片上面 看起來真的是看不出來 最顯眼的呢 除了前面這些所謂的這個 這個春過年要講的好話之外 就他頭上戴著這頂帽子 那當然郭台銘的發文 是講說過年期間 要到美國度假 把握時間啪啪啪之外 另外講了這一句 雖然我仍在美國卻心系臺灣 這個話當然在國內 又引起非常多的討論 尤其剛剛特別提到 他頭上戴著這個帽子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帽子呢 其實在這一張照片裡面 你會看得更清楚 這個是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當時郭台銘不是要這個 想要爭取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 那個時候為了這個什麼黨籍 或什麼這件事情 後來吳敦毅 給他榮譽什麼 對對對 那當時呢 在國民黨的這個這個中央黨部吧 應該是在中堂會上面 你看他特別戴了這一頂的帽子 而且呢 跟這個所有人的敬禮的這些 這個照片 事實上就這個帽子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郭台銘其實在這段時間很特別 過年之前只要被問到就是說 應該不是過年之前 應該是在去年的時候被問到參選總統議題的時候 你會看到基本上就是都會有什麼熟悉 郭台銘的人士表示或什麼就是郭台銘對於政治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起心動念 他的利潤跟他的基調都維持在過去一段的這個說法 可是一直到越接近農曆年 甚至農曆年完了之後 對於郭台銘要不要參選的這件事情 或他對於政治還有沒有其他 我就不要參選兩個字好了 他對於政治或對臺灣的前途 有沒有想法跟看法 事實上你會看到那個新聞的連結跟被被講出來的某種程度 郭台銘保持了一個彈性在那裡 那個彈性不是他自己要不要 而是他並沒有排斥再回到跟政治議題上面去接軌 我覺得這有層次上的不同 那當然這樣一個做法 就會讓很多這個對喜歡郭台銘的人來講 他有更多更多的想像空間 那我認為喜歡郭台銘的現在對郭台銘 他在跟二零一九年最大的不同的是 二零一九年的郭台銘 在爭取的是國民黨的認同 跟國民黨黨員的支持 但是後來因為疫情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喜歡郭台銘的或願意認同郭台銘的 我覺得他跳脫了國民黨藍營的同溫層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一個 這一個過年的這個期間裡面 郭台銘很多的名字 被跟國民黨的人畫上等號 而且是跟特定的國民黨人畫上等號 講更白一點 就是經常被跟侯友宜畫上等號 但郭台銘本身沒有證實這件事 那也但也沒有 我必須講也沒有人否認說 沒有沒有你們都在胡說八道 說什麼郭猴之間已經達成默契 什麼你選我不選 然後你選我支持你或什麼人 然後後來這兩天又是兩個人 都不會當副手 那兩個都不會當副手 兩個都當正的嗎 也不太可能 甚至還有國民黨的朋友拋出來講說 國民黨內也有一個說法說 嘿呀國民黨可以擺脫從以前到現在的慣例 什麼意思你知道 這種的種種參選也不一定要國民黨提力罵 要國民黨推薦 但不一定要有國民黨的黨籍 就是說彈性空間之大 那不是小金說他的講法 他是說國民黨裡面也有人這樣講說 郭台銘就算是無黨籍 可是朱可以以負爭取副總統 郭朱沛像這樣子 是也有人提 不是他講 他說國民黨也有人這樣提 對那甚至也有講出很多解套的報 我剛剛講 郭台銘要不要可能選總統 可能是戰略性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在提的叫做戰術性的問題 為什麼叫戰術性 那代表也在兵推 比如說郭台銘在二零一九的時候 因為郭國民黨鬧得不愉快 郭台銘有沒有找有沒有發表聲明 退出國民黨 那你立刻聽到這兩天有人在講說 國民黨可以幫郭台銘解套兩種方式 第一種同舟計畫沒有問題 第二種說 因為退黨手續不完備 所以根本沒退成 不要不要來這一套 國民黨去翻一翻 你們的那個什麼黨章黨歸 退黨是怎麼算的 退黨聲明出來就算了 沒什麼程序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 白紙黑字就在那個地方 你幹嘛把人家這搞得這麼清楚 大家就模模糊糊就過去就算了 其實我不曉得這些細節 其實我不曉得這些細節 其實我也不曉得這些東西 我們做新聞講話要有依據 國瑜可以現在找一下 有沒有這條規定 因為當時就是為了怕 有些人為了選舉嘛 就你選舉就退黨嘛 退黨所以後來國民黨 確實修了這個條款 就是你只要退黨聲明 一出來之後 起算就是兩年啦 那這中間還有包含到你回黨之後 也有一個回黨的時間嘛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現在想發設法已經到了戰術上面去幫這個 所謂的解套了 那更不要講侯友宜的這一段啊 可是剛講侯友宜 如果真的講 現在國民黨看起來是郭侯之間 是不是哪一個人會出現 然後或是這樣 但是慧珍 第一個啦 龔道伯最近很忙 對 王建平王現場最近很忙 就每個人都要去問他 都要請他 甚至會來講說 他會被接下來年後會跟郭董之間 然後會有更密切的一些聯繫 或者這是一段 但是侯友宜呢 侯友宜 因為你不能真的只是天天在市政嘛 然後大家講說 甚或有的媒體會會講說 他會不會陷入所謂的失溫危機 會不會有這樣 可是很多藍營的人等不及啊 甚或有藍營的一些人 立委就直接講 那就連數嘛 連數直接徵仗 你也不要出面 因為我們大家來做就可以了 而且我覺得好像現在感覺上 沒有人把朱立倫開眼裡面 就還蠻有趣的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說 第一個你剛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找王金平 王金平很忙 我覺得某一種情況 大家也是希望就是說 當年王金平可以三三造勢 把韓國瑜漩風 對不對 對 就是我們的那個老院長 他不一定是一個 適合站在第一線的人 可是他無疑是一個 可以是當造神者那個人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推手 那至於你說 郭台銘跟侯友宜 我反而倒認為 他們兩個人是 不太可能有什麼樣的結合 應該是二則一的一個情況 對那其實呢 侯友宜會不會出來 最重要關鍵點還在朱立倫啊 如果朱立倫硬是有一個 半初選 你敢好意思 說選我選我 我要我要敢好意思 一定沒好意思嘛 一定會變成是 我覺得他們都是屬於 要等到人家黃袍加深 那在郭台銘這個部分 人家有很多人 會幫他搬開大石頭 那侯友宜的情況之下 我會認為 而且以國民黨過往的一個 很少會提一個 真正所謂的臺灣人 就是變成是他們的 一個總統的一個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 比如說像現在雲林的議長 不是都跳出來嗎 說什麼侯友宜在南部沒有票啦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說法 某一個原因是說 因為當年韓國瑜的情況之下 他好像有點毒散其身 沒有出來挺韓國瑜 所以換句話說 韓粉對於侯友宜的一個質疑 他認為你可能是藍皮綠骨 他對於他這個質疑 其實是從來沒有停歇過 他搞不好到最後跟你抱 那種車彎啊 當時韓國瑜 你好像感覺到你也沒跟他走在一塊 而你也沒有非常兩內插刀的 在幫他輔選啊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 而且再加上失溫危機 大家最近也都提到 感覺上他在網路上的身世 還比四年前的韓國瑜 還要來的不如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侯友宜會慢慢慢慢的消瘋 那反而是變成朱立倫跟郭台銘 這兩方之間的較勁才準備要開始 到底怎麼樣 我先講一下退黨規定 你不是不清楚嗎 剛剛剛剛都講完了 我這個查一下 本黨的退黨規定 有二零二零年前版本 跟二零二零年後版本 所以郭台銘 他退黨是二零二零年前版本 所以要用前面 二零二零後版本 不是我可以理解國民黨還是在做法 你知道嗎 我在想啊 其實國民黨最好的解套方式是 什麼叫做自行退黨 國民黨從以前退黨的人 就是我後面還要開除你 才叫做我完全退黨 還要編輸啊 這我要講清楚了 這要把本黨規定講清楚 你又不清楚 你還要講清楚 我真的查清楚了 我查清楚了 二零二零年以前的版本是 如果我自願退黨有兩個 一個是填申請書送黨部 第二個是我公開聲明 我要退黨 這兩個都會照黨都要去核定 核定完之後呢 重點來了 重點是兩年以內不准恢復黨籍 哦 這是二零二零年以前版本的 而且那已經算生效了 生效了 對 也就是說 若是二零二零年以前的版本 兩年之後就可以恢復黨籍 OK 那在二零二零年之後 重新改完規定之後 那就變成要四年以後 才能夠恢復黨籍 OK 所以要看郭台銘 我們這個友好的 我們這個郭董 他退黨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你剛斷了郭董回家的路 你看 他是說他應該是用二零二零年前 他是使用舊規則 兩年就好了 對 二零二零四已經超過了二零二零四年 所以如果依照舊法的話 郭董回娘家 我個人覺得是沒問題 但是黨中壓還有他們的體股 這樣就有做過黨嗎 這當然沒有問題 郭台銘要懷 只是郭台銘要不要而已 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郭台銘現在黨籍資料處理裡面 所產生的是註銷 他不是退黨 退黨他沒有了 對他是註銷 註銷這在你們那裡頭的規定 又是什麼 兩到三年之內 恢復檔案就沒問題 那可是因為國民黨 我以為註銷就把那個註銷 兩次塗掉就算了 沒有連塗都不用塗 一個檔案 一個Enter就換了 其實我還沒有 因為他自己公開聲明 對 所以還是會有這個 他沒有退黨的問題 所以我才在講 其實國民黨對於 他想要網羅的政治人物 充滿了彈性 對 國民黨是不是規定 你要選縣市長或總統 要黨領滿一年以上 才具有黨權 張財政不是桃園市長 算是三個月而已啊 不就當桃園市長 所以國民黨為了網羅人才 這可以 什麼規定都可以改 我們是泱泱大團 對 國民黨充滿了彈性 英人生 他才剛被 他才被 他將軍趕走 是國民黨最錯的決定 對 我們只要講的沒什麼好處 你還又敢走兩個 是你說 這個太難看了 我真的譴責黨部動行為 我說實話 不要問了 國異我欣賞你 對我覺得譴責 我覺得這非常不應該 哈囉這個這麼優秀 我們同志 再回來啊 我們一定起來的希望 不要害我了 我跟你講 其實國民黨是充滿了彈性 他如果要網羅一個人才 網羅一個選將 他的規定都可以改 所以我說這一次 郭台銘 侯友宜 朱立倫 現在目前看台面上 甚至三個人 其他的不是說不好 他競爭力比較小 那朱立倫來講 朱立倫現在 看來是劣勢 最差 他的態勢最差 可是不然喔 其實朱立倫現在是 壓著滑水 一步步往前走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目前說展現出來的 要不是侯友宜選 要不然是郭台銘選 那你幹什麼呢 萬金重擔 一肩扛 英雄他做狗熊我來 現在朱立倫在做這個事喔 可是這個事情 在時間不斷的堆積 你讓郭台銘 競爭的這個表態越慢 侯友宜越畏縮 這時候朱立倫的支持度會上來 為什麼 這不是誰好誰不好 沒得選啊 你很適合 你又不表態 你也很棒 可是你又在觀望 可是你選要會贏啊 對 現在朱立倫的做法就是說 他並不是說我夠不夠強 他說我如果你們兩個都不選 那你說還有誰 張亞洲嗎 他就變成是幫黨 招起這個彈子 對對對 就你們兩個都不選嘛 一個怕被罵落跑 一個是二零二零傷太重 那既然如此 那我來扛嘛 他要製造這個氛圍 而朱立倫這個氛圍 在過年前跟過年後 正在改變喔 所以包含他他派夏立 延到對岸去 那不是無敵放死 也不是找罵哀的 是因為對岸對於台灣的統戰 要做調整 習近平給宋濤的指示是什麼 是說告訴你一國兩制不可行 你要討論一個對台灣新的統戰方案 而這個統戰方案的答案誰有 對岸不會有的啦 那你找民進黨去台灣 民進黨不會告訴你 根本不接觸了嗎 找誰 找國民黨去 因為國民黨內部已經有一票 核心的精英分子 他掌握到了絕大多數藍營的地氣 接地氣的人 他的想法國台灣要知道 他的想法宋濤要知道 當這個方式 如果可以擬定出一個 新的統戰方針的時候 這時候朱立倫他就有發言權 他說我不是要被他統戰 我是要找到一個和平之路